台北万华有一间民宅发生了爆炸 因为在这里头堆放了大量的爆竹 疑似是因为小孩玩火所引爆的 这也造成了一个小孩一个大人身亡 还有三个人受伤的悲剧 而消防队员在救灾的过程当中 也被爆炸的爆竹给炸伤了 失火的万华民宅农业不断窜出 还不时传来爆竹声 他担对面有听到来 人家在帮冲天炮的 就说真大声 连续家的时钟都被震吊了 可见爆炸当时的威力之强 原来失火的民宅里存放大量的爆竹 连续研判可能是个爆竹仓库 因此动员了29辆消防车 100位的消防人员从前后包围灭火 有个小孩中胸 头脉整个烧了 人家抓去抢名嘴 目前有一位妈妈两度灼伤 两到三度的灼伤在台大医院 另外有一位幼儿 大概两岁左右的幼儿 男孩子已经是到院前就心肺功能都停止了 那另外还有在这个屋内发现了一名大体 商责被送往医院急救 媒体抵达现场采访 眼前四五十名的黑衣男子一再阻挡拍摄 口气相当差 警方在一旁不但没有制止 还帮他们阻挡媒体 这起意外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 其中一名消防人员还是在灭火的过程当中 被突如其来的爆竹伤道 至于起火原因一次是小孩玩火而酿灾 不过确切原因还要进步调查 鱼血沉浸体 邱绍阳 台北报道